各位觀眾,我是HKPhil,紫哥維姆主持人Ben 很高興今天第一集,我們講義權 請到葉劈聖義權學會,吳志仁師傅 你好,Ben 我想問,義權這個權種,現在大家都不陌生 香港很多年,隨著中港交流為似 標榜你是葉劈聖義權學會 可否講一下葉劈聖這條水是哪個特色呢? 其他意權和其他權種呢? 好,或者講一講,我師傅葉劈聖 其實我師傅的詩成是來自韓聲媛 韓聲媛是黃香齋先生,始創人的一個弟子 我們這條水的特色有幾樣的 簡單來說,可以用三樣東西來概括 第一,我們著重的是神意 第二,有些人練拳是講氣的 內家權很多都講氣的 特別是講丹田 或者逐一再介紹 第一個題目就是神意為主 就是小談氣的 第二,就是講爭力 這個是黃老也都注重的 叫做對蒙的一個力 第三,就是講權架 內家權裡面重視的氣 那你們要不要練一些特別的呼吸法 你怎樣去評論你的氣,內氣呢? 好,其實在義權呢 譬如我看回祖師爺的文章 在義權正軌那裡 比較早期的文章也有談氣的 因為當時那個 盈義的味道很重 有講龍虎義氣 即是脫開始形義權 對,我們脫開始形義權位 祖師爺的師父叫郭雲心 即是雙拳 即是半步崩拳打天下的位 當時我指黃向齋祖師爺寫的 《義權正軌》裡 也有講大小周天 但後來已經 就小談氣了 改了是講義權 為什麼呢? 其實所有的氣最終 都要由義去指揮 義權是講練義 來達到養生和忌擊的目的 舉例,如果你用氣來練功夫 可能你說儲了一些氣在丹田 如何運用氣 去到手 然後把手的氣用到忌擊 這個會比較我自己的經驗 難一點掌握 大家講義是不容易的 義是什麼呢? 舉例 譬如說一隻手 你向下跌下去 發一個下力 我們講體應功夫 體應就是Awareness Aware和地下的關係 當這是一個物件 你的手跌下去 有一個這樣的力 順下去已經有一個物件 序下的力 但你怎樣把它發到最盡呢? 容易呢? 可能其中一個想像 可以說是拔斷繩 這個叫做斷繩勁 例如我當作美心的姐姐 美心西餅 對,美心西餅 敲斷繩 如果我想像的繩在這裡 吊著 敲下去 這個拳自然就會做出一個速度 就不會用死靈解 全部都是義 這些是你的講解 可不可以對體一些 或者是你 或者是你的高足 示範給我們的觀眾看? 可以的 或者是示範一下 在直拳裡 能夠用到它 去加上力量出來的 是,那好 各位觀眾 拭目以待 好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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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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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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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全身一增 好 好 好 非常精彩,多謝兩位 吳師傅,想請教一下 剛才最早的拳和拳擊 和我看到剛才砍的那一刻 就是你說斷西餅的那一刻 砍的和空手道的砍磚 和之前拳擊的Hook Punch 可以說分別是怎樣的 先說第一個是直拳 拳擊的直拳,一般形體都是向前 伸直,然後靠身體的轉軸 扭腰打下去 第一拳,我們的拳是不直的直拳 在皇香者來說,叫做無往而不落 所有直拳,直得來都是帶一個無線 舉例,直拳的角度是由高至低 由高至低 即是你除了自己本身自轉的力 還有一個由高至低是地下給你的力 通常是排球的低飛曲 對,你說得對 其實它有一個自然的力 是地下,地心吸力給你 再加上你的本力 它就會成為一個合力撞擊對手 當然,其中我們中學功夫最講的就是支撐和馬步 拳擊都講,不過沒有那麼強調 這是我們暫裝練的 因為當我的拳,無論什麼拳打落對方的身體 我打200磅,它會回到200磅 如果當馬步不穩的時候 力撞回頭就會浮 但如果我一個力撞到地 就會將全部的力 連反應作用的力 迫入對方的身體 就會形成一種穿 變成你見到剛才 同學示範的拳把 就不是在面上插過的 有一種力是要穿進去頂 所以你在拳把後面放多隻手 確認力可否透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經常練的 如果它透不到 基本上拳把在這裡會定 不會碰到我的手 這是一個路線和法力的問題 另外,比如說向前發的 耳拳有一個特色 就是用手指尖帶動 譬如拳擊有很多可能 舉例,或者有部分功夫的法力 都是由腰、腿、肩 一直傳動 例如下面這樣上來 但耳拳就在前面 即是在指尖帶引去做的力 我們的理解就會比較快 原因是什麼呢 譬如我要打一個人 如果要靠這樣轉出來的力 力會慢才會到 有時間性 對 當我如果耳一到 手就要到 那個力 是在指尖帶動 身體的力會追過去 即是一撞 那麼力就會到 例如向前打一個拳 如果這樣扭 就會慢 但如果我要向前 做一個崩 當作是崩拳 即是直拳 即是直拳 或者是打肚子 如果這樣扭是慢 在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手指指引先拉去 然後一倒 一想到就到了 這樣就到了 全部都在那個 我以一倒就倒 不需要這樣 或者是timeless 即是到 對 力行先 這個就是耳拳的特色 速度 在前面 但是前面 他們也要說均勻 有前面 其實當時我已經 做一個天秤 有一個力向後 抖勻 即是像開炮 有一個後助力 如果不是 有前沒有後 向前推的時候 對方一扯 可能我的人就會跌落地 所以一發一個前徑 其實他前後 左後上下 帶出異拳的爭力 好像把弓 一個十字開 十字 上下左右 前後 最後一個輻射式的爭力 一個立體的爭力 好像一個籃球裡面 衝了氣 力已經沒有分哪條線 一做出來 基本上整個人 已經是 我們稱為爭氣 運圓的爭力 這是你說拳的爭力 剛才砍的力 是怎樣增發的 手向下 哪方面向上 問題 就是頭向上 我們所有的動作 身體的動態都是矛盾的 所以王香齋後來自語為矛盾 因為老人 為什麼呢 譬如說當手向下 發下力的時候 頭跟下的時候 手法是沒有力 當手向下的時候 頭 我們稱為爭氣 有個向上力 成為一個剛剛對拉 扯西頂 那條繩 變成手又可以扯下去 令到力 一個加速 以及在一個固定 接觸的時候 不會鬆 在砍的時候 通常你 空手道砍的時候 有機會是 全身砍下去 但是在二拳 很多時候 在二拳 頭有一個上的意 去平衡下力 令到一個人 變成圓直 剛才你們的力度 那個猛 是很猛的 是主要透過平時 這樣操練 還是靠在一個裝上求出來 其實二拳 所有功夫 都在裝上 出來 因為其實二拳 站裝 就是站了一個 叫做 練了全身 有一個連結 將散修修的關節 連成一體之後 就會在慢 做一個動作 在慢體認 究竟自己做得對 你們很強調的裝 我想知道 跟觀眾交代 你的裝和他 馬步的馬是有什麼不同的 馬步 其實主要的練習 可能就是 扎馬 肌肉 然後練習 然後練習 內力 但裝其實在練習 的東西 一練就是全身 不只練馬步 因為裝本身 它是有 練手 和頭 和腰 全身的一個合理的拳架 這個定型之後 我們叫做間隔定型 在你打或者動動的時候 裝是保持不變 尤其在韓聲門這一系的耳拳 拳架是很著重的 即是葉老師的老師 對 譬如我們的拳架 這樣定了之後 一直的動作 全部都要保持拳架的內涵 不會因為動動的時候 而散修修 即是手環手 身環身 一做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 裝在三圍空間的一種移動 無論怎樣變 裏面的內涵 都是站裝那裡練出來 碰到任何東西 都是有上下左右前後的整 剛才提到你們祖師爺 黃香齋先生 他的老師就是半步崩拳 郭文森先生 即是泰祖師爺 你們有沒有練崩拳 半步崩拳 有的 我們崩拳在五行拳 就是 刑意拳的基本 對 韓聲門師爺 即我師爺本身 他也是盈意底的 他跟黃香齋之前 他爸爸也是玩盈意的 即是世襲 對 世襲盈意 再跟祖師爺那裡 去進修異拳 所以我們這一系 都有五行拳 都留下來了 其中一個就是崩拳 或者讓我們觀眾見識一下 怎樣是崩拳 半步崩拳 好嗎 或者找我徒弟示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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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我們分別見識過你們的拳,怎樣去法力,和拳擊空手道的法力有什麼不同? 內加拳也是其他的,譬如太激,他們很重視一種推手聽勁的觸覺功夫 西洋拳就是所謂的反應,你們是有沒有這類人的練法? 在義拳有一個練習叫做搭手 其實是兩個人,兩個手貼著,顧名思義搭著的時候,大家就可以展現大家的功夫 其實是一種比較斯文的一種功夫的比試 另外一個程度,玩完搭手之後,就可以去到一個實作 實作是否就是拼擊? 就是來開手搏擊的,待會我可以在徒弟示範一下實作 但推手就是一個大家鍛鍊技巧的練習 就好像去游泳池游泳,其實都不是真的扔下去大西洋的 即是你推手,其實大家都有一個打,或者摔,或者發開對方 即是我們發放,即是叫做人推開,彈開,移位 如果有一些為了興趣,追求理趣的朋友,都可以在搭手之中找到樂趣 因為以前有些高手,中國人比較是禮儀之波 是謙後,就不同,譬如外國人一來,可能大家試一下高低 拳擊,拳擊我都玩了一段時間短,就帶拳套打 可能鼻血,眼腫,少不免的 但中國人就是一個比拼功夫的形式 無論太極,泳春,耐壓拳,很多耐壓拳都有一些搭手,或者推手 或者叫做游手的功夫 游,即是搓,我們廣東話,是嗎? 對,就在那裡大家可以,有時候叫做行家出手,便知有門 又一搭下去,被人搖兩下,自己都彈起,馬步都浮 或者覺得周身空位很危險,這樣就可以高手 那我就不拍戲了,各位觀眾,請你的高足來示範 右手,或者搭手 好 右手,並聽你的高足 右手,從嘴巴 看來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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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智慧的呢? 我可以說一定不行 一定不行,但剛才已經很精彩了 拳爭腳失,整身的法力都齊了 為什麼還不行呢? 因為其實實戰來說 兩個人動動的時候 不僅是搭著,而是 要講一個時間、空間、距離 兩個人在互動的時候 就算你發力 發到像原子彈那麼厲害 你也要輸送到對方的身體 才叫成功 因為如果一邊動的時候 對方一邊步伐好,身形好 例如你對一個拳擊手來 做實作,可能整場碰不到他 他又不需要很大力打你 他一過來側側你的鼻流鼻血 打一打你就眼腫了,可能已經輸了 所以其實到最後 在實作我自己的理解 其實最重要就是步伐 因為步伐就等於一個 輸送核彈頭的巡航導彈 它將你的爆炸力 能夠輸送到對方身體 如果對方打你的時候 你也可以離開危險的地方 所以如果步伐不夠零 在實作基本上是很吃虧 那為什麼我說不行呢 如果可以的 黃香齋先生 都不需要另外定一個 叫實作的訓練 實作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實戰 簡單來說 即是free fight 類似 當然因為在武術來說 不是爛仔膠 沒錯 好像節目名字 指歌為舞 其實你武術 武術是一種藝術 是藝術 而且不是一種似強靈躍 或者打到別人跪在地下 才為之厲害 在實作那裡 是大家師兄弟之間 但這次不是搭著手 是雙方離手 都是一個友而私手 有兩個情況 第一可以不帶拳套 就要留力的了 離開手 即是用拍、碰、碰、那些動作 你一個帶著拳套和護具 然後就可以比較認真去打 而雙方亦都不會很受傷 在這裡鍛鍊一個 即是搏擊的一個藝術 就叫實作 就有這個部分 經過了實作之後 有之前的鍛鍊 譬如站裝、視力、摩擦步等等 之後才可以談得上實作 即是智慧 才能談得上智慧 如果這樣就得一想二 又要勞煩你請你的高足 為我們觀眾示範實作 好 沒問題一邊 謝謝 好 打起精神燈 行政人 我會在這裡做 我會在這裡做 這個你先說 完全是四個 好 OK 今晚是四個 先去 先去 先去打 開始 成功 開始 2 3 2 3 3 6 5 6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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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